给的这是 零钱啊 这是什么意思 钱财如粪 别 哪里就收起来了 仁义值千金 真了不起 以五大洲六十个国家的钱币 预助德云社全体巡演 票房长红 谢谢 六十个国家的钱币 这是我和于老师 我们两个人共同拥有 先搁着到后台再看 刚才是高峰 你看这个别动啊 你就别恋你这个了 高峰和罗云平 说的这叫 十八仇绕口令 不容易 堂堂堂堂的 说句两句话 都是从小学的 这个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 就得练 尤其我们这个 凭能力吃饭的 普通民间艺人们 不容易 我们和体制内的专业演员们 没法比 是啊 哎 你别个人 我都学好了 不惹别人了 说的这乐 没有 很开心 其实说句两句话 我们很清楚到认识自己 就是普普通通的民间艺人 没错 平能力吃饭 拿这钱养家户口 上有老下有小 就是这么简单 跟您各位都一样的 有我们的喜怒哀乐 都是人 一天到晚呢 跟老百姓过日子 一模一样 就是 并不是说站在舞台上 这帮人就如何如何了 没有 不是 我们有喜怒哀乐 我们也有自己的婚丧下雪 朋友来往都是如此 交朋友 哎呦 这一年光随份子随多少钱 随份子能随多少钱 谁家没个红白喜事 对呀 今天你算 今天 萨达姆去世五周年 我随了个二百 我不晓 道远就别去了 去了 来回车钱更不够了 钱见人不见 本拉登随个四百 这就翻一倍 卡扎随个八百 本来说到年底差不多了吧 金正日又没有 百 百得来呀 随了个四千 这怎么那么鲜 他们说这个人 跟德云社有关系 是不是 斯密达 是我呀 您别看我 没关系 有关系怕什么的吧 关系怕什么的 大伙都说 是不是有点像 没戴墨镜呢 好多人都开玩笑 说于谦老师 有点长得像金正日 组织 开玩笑 对 也并不是说对于死者的不尊重 那可 长得像的人都很正常 就是 还有人说我呢 说您 说我像金日成 谁说的 像 我陪着你 那就别陪我 您离我远于二的 一说一乐的事 可不是 这个事情也不必上纲上线 但是由此让我非常的感慨 怎么 全高位重到头来 无非是一缕青烟 多万得死 广煞万间 莫眠七尺 对 你趁着金银千千万 临死两手钻空拳 真是 你有衣服千百件 没见你每日天天的穿呢 对 活着时候 争名夺利 到死了 就是河里那一把白灰 所以说活着的时候 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不要争名夺利 尽量的 让自己活着舒坦一些 这是重要 没事 锻炼锻炼身体 与人为善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心态少者 是不是 这方面 于老师值得我学习 我又值得您学习 你看看 耳目宽 心地宽 谢谢您的评论 真的 人家的生活 包括他日常的生活 三个字 快快快 这是三个字吗 这 这怎么不是三个字啊 不是一个字啊 快快快 说三遍 这就三个字啊 快快快 怎么快快 吃得快 睡得快 拉得快 这就不露脸了 列位 别小瞧这三个字 长寿之道 怎么您说 吃得快 不管荤素 不挑食 拿来就吃 营养均衡 这倒是 睡得快 躺些旧招 没有来回班的吗 我们好些同行啊 睡觉 来回哥饼 我的杠怎么不死啊 咒人呐 精确个货油的事啊 于老师没有 我不说这 躺些旧招 睡得快 第三 拉得快 这也是好事 话虽然脏一些 但是道理是真的 你讲讲 排线 人体盖线 循环的快 最起码 祝您的身体 是一个非常好的宝藏 说的有理 有瞬间 有固定的时间 没有说变密了 别出手来 腹泻都没有 对 都没有 早晨八点钟 准时排便 好 九点钟准醒 我拉床上了 天天如此 好 42年来 无印尽管 我生下来 叫植物人是什么 挺好 还挺好的 挺好 反正您身体状况 比我强 那是老不动吧 动 往老躺房上 后台的孩子们 竟说我 我先看上于大爷 人家精神状态 你们俩差这几岁 你就不如人家 我说我怎么办 孩子们说 您跟我们上健身房 去玩去 练练好 我练什么 我没决 您这试一试 说这帮孩子们 有您朋友 什么这个烧病啊 我们大包上跟着我去 去一回我就 真去过 人是简单 这真事 特练 孩子们领我来 我一看 来不懂 就各种机器 跟着跑着那个 对对对 举着 练这个 哪儿 练着鸡肉子 一人找着一个 躺躺 熟练 您也来 我说我来哪个 您随便 不过刚开始 也跟我们似的 慢慢来循序渐进 没错 找吧 一进门有个机器 我说我来这个吧 来吧 二十分钟 我就吃不消了 至于不至于 我真吃不消了 真打呢 也吃不消了 是吗 那里边有饼干 巧克力 饮料 哎呀 你给钱就出东西 给钱就出东西 我实在吃不了了 这么个吃不消了 你看 这得什么时候 实习站的 您找一个什么机器 这是 自动受货了 那不是健身器 反正现在努力吧 努力的去锻炼健身 那是对的 孩子们也都去锻炼 郭麒麟 我儿子 郭麒麟现在还天天跑步 那对 那拳击 好啊 我说你行吗 我 我 是 我省得让别人打我 我没事 我还可以打人 瞧 小孩的想法就是不一样 学完出去打架 真打呀 那天不就是吗 我儿子 郭麒麟回来 脸都轻了 又 那是让人打了 下半 儿子 你说那边 哪儿呢 我这老跑不了 何这 不是 我就形容啊 我正 全家我正看书呢 你回头 儿子 还回头 我儿子 回什么头啊 好好好 儿子 你脸都轻了 怎么回事呢 是 让人打着我 我说你 你又这么胖 尤其是脸 你跟人打下 眼镜呢 口袋就掏出来了 完毫无损 格兜里 眼镜怎么没事呢 我怕我眼镜打坏了 我先带着你这看明白 然后摘下来 凭着记忆打 哎 你老是叫忙打呀 打的脸都这样了 那没法不挨打 你这孩子真不听话 你说吧 你以后还这样吗 反正我跟打我那个人打赌了 还赌 我跟他打赌了 三天之内必须给我道歉 是 否则话 我杀他全家 哎呦 太狠了 把我气 我说孩子 这我可以管你 是 你才16岁 真是 你怎么能赌 我能赌 打赌 这不是我的事 杀人那事您不提的 怎么还没去呢 去了就晚了吗 这不是 反正就得劝劝他 得劝劝他 孩子说 我看那武侠小说 电视剧电影里边 那武侠不都是那 想杀谁就杀谁吗 对 水湖传里 吴松卢之身 哪个不是杀谁 还都说他们是英雄 是时代不同了 对 你不能跟当年那样 那小说那都是演绎 是 哎呦 看完这我心里挺难受 不高兴 不光不高兴 我替孩子这么担忧 是 他们把武侠曲解 哦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啊 对 不是上街打架 那叫流氓啊 没错 真正的武侠 嗯 那是于谦他父亲那样 哈哈哈哈 终于说到我这儿 哎呀我这心里太快了 刚快乐起来的吧 哈哈哈哈 这个好多人不太了解 您是说 我们在舞台上 多次调侃于老爷子 其实我内心很内疚 余老爷子并不像他 当然了也是在你们的支持下 谁呀 谁支持您呢 那么到底说老爷子 是做什么工作呢 我们今天正式来提一下 老爷子是个无数大师 这比前面的好不了点去 我跟他说 他们家世代相传练武术 练武术的 爸爸十八弯兵刃 样样精通 刀枪剑鸡 扶下勾差 坦棍射棒 边剑鸡爪管子流行 带尖的带刺的 带轮的带轮的 带中绳的 带锁链 带倒水钩 带轮盆刺 没有不会 全练 尤其最拿手的爸爸 他小时候练刀 哦 刀 练刀王 太厉害了 因为他祖父当初是练刀了 传的 他祖父在江湖上 赫赫扬名 是 于东方 东方 得了一本书叫葵花宝典 东方独败 我说看着他 不能学这个 当然学这个疼 实话实说 后来自己 孔学啊 终于 一不留神成功了 一不留神成功了 那不是还是练了吗 反正挺有名 改的名叫 于不败 对 这回名全了 瞎传的 他父亲从小 各种刀都练过 是吗 单刀 铺刀 鬼头刀 长柄短刃刀 鱼林紫禁刀 青龙艳月刀 绷筒虎散刀 腰刀 吊刀 驴尔刀 驱刀 鲸刀 雷尖刀 鱼林大刀 行刑刀 鱼林大刀 山头刀 鸭丙腰刀 鲨鱼刀 鲸刀 鲸梁环饼刀 狮子肠刀刀 龙环饼刀 龙血大黄龙 全有 全两个 最拿手 就是他熟了这个 什么呢 坚困背后 热肥薄 杀人不见 血光豪 紫薇薇 蓝娃娃 霞光 万道 瑞彩千条 象牙快的 加粮粉 多了多了 看着薇薇 这口刀 削电弯眼刀 这名字起得好 这么大 这么大 小电弯 太厉害了 融合了江湖上的 三大流派 北京 济南 江州 您听 人家说这叫 肉上雕 是 跟针灸按摩 并称三大活数 那他的刀法呢 说两句话 人家刀法有传授 是吗 最大特点就是 不伤皮肤 当时下地 行走如飞 修脚的呀 我说 小电弯眼刀呢 我还没明白呢 武林高手 一切尼巴 都抬脚啊 从轮动 哎呀 还在挖鸡眼呢 无论是